來講我覺得這兩個陳教授跟張教授 是我們今天的主菜 那現在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點心 所以我想大家 just realize 我想我會比較用很快的時間來跟大家分享 我分享什麼 我分享我在農業界三十八年的經驗 我要分享我在最近十年來 我在台灣綠茶方面的一個參與 在這個機會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事實上我要講的這是一個綠色房間的故事 這個綠色房間的故事是 要開始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時候 我告訴各位我們是一棵茶樹 可能是一片森林 或者這個一枝茶花 可能是千絲萬里的心向親屬 毫無保佑的曲折 看起來好像很溫柔柔的 但是我要告訴各位 這個是茶的味道 茶的這個景況 那麼假如我們來說 人類的傳統需求是什麼 我想大家都知道 食欲促 這是Masuo講的 是一個基本的需求 那麼如果是在我們一般的 市場價值演進的過程裡面 它是一個初級的產品 這是最基本的 但是當人類的這個 這個文明的一直在演進了以後 它這個需求又不一樣 需求又會增加 比如說Masuo講的成就的需求 被肯定的需求 一直到最後 自我實現的那個需求 它是不一樣的 但是如果以市場的這個 價值的這個演進來看 從最早期的初級產品 到後來變成商品 的需求 一直到 演進到服務的需求 但是呢 服務的需求已經不夠了 不夠看 現在已經到了一個 不厭的競技時代 夏威澤 他要 扮演一個生產者的角色 他在網路上 跟生產者 argue 我們到最後 會演進到一個 叫做演化的需求 所以這個需求 當中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在初級的時候 你大概不需要很多的知識 但是當演進到一個服務的 體驗的 演化那個世衛的時候 你所依賴的 其實不是經驗而已 其實他應該依賴的是一個 所謂的知識 甚至於所謂的智慧 那人類的需求 我們講叫做 Human needs 因為我們 我們也講到 Human wants 這裡面差別在哪裡 事實上差別在 你背後 經濟學家之後講的 你背後到底有沒有 你的購買力 你沒有那個購買力的時候 你只是一種 design 是一種Went 當你背後有虛 有那種購買力的時候 那是一個Need 關切的議題到底是什麼 我想我們在座的各位跟王德一樣 我們最近關切的議題是 我們的核電廠到底有沒有問題 關切的問題 那我們從這個關切的問題當中 我們會引擎到來說 我們未來的環境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環境的議題 比如說 氣候變化 對我們的生態 對我們的環境 有沒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是我們對於環境管理的一個思考 一個問題的所在 但是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因為各種的文明的一個進步 科技的進步所產生的耐性會務 能夠最少 那麼人呢 人的關切的議題是什麼 我想我們今天早上 所聽到這兩個這麼好的主菜 我們大家會知道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健康 快樂 幸福 我想健康快樂幸福 不是我們人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需求 那健康快樂幸福 我們不但不要想說我們還沒有想到 健康快樂幸福 我們還不想要 事實上我們都已經非常的 是它是一輩子的事工 而不是當你要的時候 你來發現說為什麼我不知道 所以當你想要的時候 你別說你怎麼沒有想到 我想 我想 這是我們 跟大家一起 先來分享的這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我來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什麼 全世界有二十億的人 喝茶 二十億 喝茶是何等大事 喝茶是 我們中國人的一種文化 也一種傳統 開門見 見的是 茶米 油煙醬醋茶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動機 那飲茶是本身是健康的 飲茶本身也是生活的 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講 飲茶跟生活的品質有非常非常密切的關係 生活品質是什麼 生活品質是一個個人在一個文化價值體系當中 你自己對於你自己的目標 你的關心 你的關懷 那個感受的程度 這個都是一個所謂的一個生活品質的一個內涵 但是 它包含的項目不是只有我剛才講的目標 關懷 關心 或是你的期望而已 它包含的是你的生理狀態 你的健康狀態 心理的健康狀態 以及包括你的這個個人的信念 還有包括你的這個這個想法 還有包括你的這個社會關係 環境 這是WTO他所講的 有六大情面 我剛才講的六大情面 這都是跟生活的品質有關 那飲茶為什麼跟生活品質有關 我舉兩個 我對於在我的從事生涯過程當中 我認識的一位長者 他叫做傅安銘護顧問 他活了八十幾歲 他告訴我 他有兩個 讓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東西 第一個是什麼東西 第一個他說 人啊在世 每一個人都有四個口袋 第一個口袋裝什麼 裝錢 第二個口袋裝什麼 裝精力 第三個口袋裝的是時間 第四個口袋裝的是什麼 有錢 他說前面三個口袋很多東西都用光 但是最後一個口袋 取之不盡 擁之不解 叫做有錢 這是第一個 我會覺得 這個感受非常的深 第二個感受 告訴我 他告訴我們 他說 人活越老 你所得到的東西 得到的經驗 得到的智慧 越多 他說 人生有十德 有十個德 十德 新的德 有十德 在這個十德當中啊 他的第一德他叫做什麼呢 他的第一德叫做 吃德 第二個德叫做 睡德 第三個德叫做 拉德 也要 能吃 能睡 能拉 那是什麼 健康 但是你各位想一想 在這三德當中 他跟吃 喝茶也沒有 喝茶也沒有相關 當然有 你要睡得好 有些茶他可以幫忙助睡 你 但是你要吃得好 但是你 總是不能忘記 換後 來一杯好茶 你要 照我的這個經驗 我喝了一茶以後 我這個拉德很順 他人生的第一層的 這個三德 叫做 吃 睡 拉 第二層的這個新德叫什麼 學德 學起的學 學德 第二個叫做做德 第三個叫做 工作的做 第三個叫做 賺德 你的 吸收很多的新知識 你念書 努力工作 賺錢 然後 這個 這個東西呢 就是讓你 有 一個很好的一個機會 一個很好的收穫 叫做 這個第二層的三德 第二層的三德叫做 學 學起的學 做工作的做 然後賺德 第四個 第三個成 他的這個 心得叫做 第一個叫做 玩得 可以玩 第二個是 花得 第三個是捨 賢得 花得 玩得 賢得 這也是心靈上的感覺 你知道嗎 如果沒有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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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念 你玩得下去嗎 你要花 有時候捨不得 所以這個 第三層的三德 他最後一個叫做 賢得 那 第四層的呢 他認為 最重要的是 信的 然後 相信的信 信仰的信 到最後 你要 要跟大家 一起分 分享的時候 你會 了解說 人到老 總是有一點信仰 這是信仰上帝 那我想請問 如果以 飲茶的最後一個 這個信和來講 古時候 他龍西 這個 和尚 把中國的這個 茶葉 這個介紹到日本去的時候 他日本人 就已經開始把他的 茶 跟茶 同味 同一個味間 茶 茶 一味 他這個是什麼 他講到 講到飲茶的時候 他會想到 茶 這是我想在 我 這邊提供 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就是我 那一個 長者 他 所 提出來的 食德 這個食德 基本上 都跟飲茶有關 所以 大家好 可以細細的自己品嘗 這食德的 這個 內涵 那我們現在講 茶葉 其實在茶葉 最早的時候 是 神龍 山百草 然後來 百草 然後來 市 其中 再早期的時候 人家最早的時候 基本上 飲茶 它是一個 致病的 那麼 當然 在後來 就慢慢的 這個茶葉 變成一種 商業的經營以後 從17世紀開始 就是一個浪漫主義 實際世紀是 英國在 在這個 在 英國的街頭上 如果有一個工人 他拿了一杯 紅茶 加奶 加鮮奶的時候 他一個 一個 一個 教學家都說 這是 人類何等的 重大事項 因為他 遇到的一個 新的時代的來臨 這樣的道理 今天 我來跟大家一起分享 分享到一個什麼東西 分享到一個 從浪漫 浪漫主義 一直到 自然主義的 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得到的一些 東西 這些東西呢 我想跟大家 來分享的是 我們先從 飲茶的歷史來看 最早期的時候 在五千年前 中國人 印度人就早知道 它是致病為 九世紀到 17世紀 就是茶 開始在全世界 在那邊去 這個 傳播 經過 聖人 傳教室 山谷傳播到全世界 它是 我把它稱為 是一種古典主義 到了18世紀到 21世紀的時候 我剛才講 在倫敦的街頭 有一個人 一個工人 他喝了那個 那個紅茶 發酵的紅茶的時候 它是 主要是要促進 產業的發展 為什麼這樣呢 因為資本家 把這個工人 讓他有機會去 在一個低碳 然後他能夠 Fresh Fresh了以後 它的效率就提高了 所以它是 在以後 就變成 慢慢形成一種 叫做 Opternity 它是一個浪漫主義 到20世紀末 一直到21世紀初的時候 這個 重要的發展 是探索查多分 以人體健康的奧秘 這已經進入到一個 所謂的一個科學的時代 在這當中 很多很多的 有關於農 農業化學 或是生物的這個 學者 他們都在探索 多分跟人體健康的 幾個當中 這個裡面的 重要的一個關係 21世紀初以後 重要的發現就是 地產 177G 對人體的健康的注意 那我是認為 已經進入到 那個自然主義的發展 話說回來 在 21 在公元2001年的時候 有一位 UC的一個 中央研究員的院士 廖樹忠 廖樹忠 廖樹忠回到台灣 然後 那時候我是 農委會的一個處長 他就告訴我 說村處長 我們到台灣看一看 我們台灣的殘茶的情況 我當然非常 HAPPY啦 因為我知道 他的這個 父親叫做廖聚春 他是台灣早期 非常有名的 因為法家 那他是台韓老師 然後他從台大 農化去 第二次到美國去 然後他師承 Charles Hawkins 就是他的一個老師 他發現那個 這個化學治療的 這位諾貝爾的主 他跟他一起在工作 我要告訴各位 他在美國 40年 他們在研究 綠茶 跟癌症的關係 所以那時候回來 我是把他 當做一個非常重要的 人物正在安排 安排到台灣的東部 安排到台灣的中部 去看茶葉的生產 他告訴我 他說 哇 這個邱先生 有一個台灣真的幸福 為什麼 我說 他說 你們知道嗎 北緯30度里南 是全世界最難得 最珍貴難得的一個 茶葉的生產的 一個自然環境 他從台灣 拉到喜馬拉雅上去 這一切 通過中國 這個整個 這個 非常好的 這個茶葉生產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那他說 但是 我們台灣人 很奇怪 喝茶的時候 都一定要 Aroma 一定要聞香 然後 他說 你們都不知道 在茶葉裡面 如果發酵的越高 味道越好的時候 他的EGG 是越少的 被發酵掉了 對於人體的健康是 沒有功用 所以我就問他 那有什麼方法 他說 一無一時的告訴我 他說 最好 其實 綠茶的生產環境 最簡單 陽光 空氣 水 就OK啦 不要跑到那麼高的山上去 那麼高的山上去 上次 八發水災的時候 我看到電視上 一片的這個波滴就滑下來 在滑下來的波滴上面 你看到是什麼東西 一片茶 茶葉 因為茶的這個吸水性不高 所以一下子就下來 所以他說 為了台灣的素質保持 也為了台灣國民的健康 他說 秋冬中 你有沒有興趣 我們來共同來推動綠茶 因此 七八年來 我是最心裡 這個台灣綠茶的一個推廣 今天各位在桌子上的 這樣的一個杯子 也是我在 跟廖彥氏 跟這個 跟我的同學 一起合作 把它弄出來的 所以在這邊 我要跟各位講 綠油金 其實 這是一個綠色黃金的故事 從剛才我們講的 那個 那個飲茶的簡史裡面 當中 這會看得出來 十七世紀 十八世紀 是一個turning point 十七世紀 十八世紀 是一個古茶 古茶仙 跟現代茶仙的一個交界的 古茶仙是水 是唐代的 那個叫做 茶 就是鹿魚 大家可以知道 它是一個很有名的一個茶仙 但是後來 到了這個 十七十八世紀以後 其實中國那時候是 全世界最有名的 綠茶 茶葉的一個 一個王國 那這個 這個王國 被英國人看到 英國人非常的 這個 激怒 也非常的想要 來取得這種茶葉的東西 但是中國那時候 就是大清時代 他不給他 他到後來 英國人用什麼方法 用偷的 用偏的 他用 亞貝 跟中國人混海 中國 這個交換 亞貝是什麼 我們稱為 它叫做 黑色黃景 那麼 綠茶呢 是 綠色黃景 那麼那個時候呢 他就已經在 很多的地方 中國 是因為 受到這樣的一個危害 所以 很很 但是呢 在那個當時 台灣已經開始發展茶葉 這話 茶葉的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的故事 但裡面 我們聽到很重要的故事 就是從 廖宿中的故事來 廖宿中他是排行地勢 在學校的水路 螺化 所以 這個也可以說 上帝要他去 風水 風水之城 自家哥 在那邊大概40年 然後去看那個 這個 綠色黃景的圖 圖 圖 我們也是說 綠色黃景的這個解碼器 就在他的這個研究室 把它解出來 所以就是一個 綠色黃景的故事 他在40年就是研究 浴場跟 癌症 他在2001年發表了一篇 在那個 Vitamin & Hormo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他發表了一篇文章 從這篇文章發表了以後呢 這個全世界很多人 都跟隨著這個在 這個 繼續的在研究 他現在人還在UC 所以 飛完的研究成果 帶領新的 警察世代 他告訴我們 EGCC對人體 正常有太多的注意 其實 他說RX數 不只是RX數 RX數裡面 有相當多 有的這個 對人體有相當多的 這個功能 剛才我在 陳教授 所提供的這個資訊裡面 我也看到他的資料 他有三連講到 EGCC對抗氧化 抗衰老 以及這個 對於這個 我們血管裡面的一個異常功能 他有逆轉的一個功能 所以這當中呢 這是我們從 要練習 他在一個 Green Tea 然後 Biochemical and Biological Base for Health Benefit 這個是這篇文章裡面 他的重點是在這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綠茶裡面的 含有很多的這個 EGCC這種成分 那麼他對很多的相關的一個 一個問題 他都有一種所謂的 疏解的效果 這裡面我 我自己所看的 重要的是在 他的抗氧化 以及對於免疫力的一個提升 有很大的一個功能 廖彥師特別指出來說 這個EGCC對人體跟荷蠻相關的這些 這些Tumor 是有消解的一個功能 經過他的這個試驗 所以這個是他所講的 那麼當然這個EGCC的一個 在 在 耳茶樹裡面的 這個是 他的結構當中 多了三個 清氧機 然後 耳茶樹的這個 說明是 他的這個 跟 他有兩種 這個 耳茶樹 一種是咨詢East Type 另外一種是 那East Type 耳茶樹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那麼在這當中 我想 非常重要的是說 一雞七雞湯 特別容易被氧化 因為 容易被氧化 所以 他的這個 這個 你要如何維持 要如何保持 這種 沉溫 對人體有所 有所幫忙 所以 前不久 已經有一個 一個所謂的從 這個 茶葉當中 萃取的一個 一雞七雞的一個 capsule 那已經在 在室內上已經有了 那麼當然 這個 我們 也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跟 療療師去研究 要怎樣 在我們 飲茶的時候 讓這個 一雞七雞 不容易被氧化 然後在氧化以前 我們就把它合進去 我想這個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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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造 好 這是一個 一雞七雞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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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構 那我也在講說 剛才 主持人也 講說 台灣 我們這個 我們的 這個自然環境 是非常的特別 我们在农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农业也制造了一些污染 我们农业也提供了一些 我们每一个人所需要的一个粮食 但这个当中我们非常重要的是说 我们如何在我们的产业 生命跟生态或环境当中 这三个当中能够取得均衡 过去我们的产业 过去的大部分的时间 我们都把它划在产业的一个开发 制造生产 但是我们很多地方是忽略来 所谓的人文跟生命 甚至于我们制造的一个生态环境的破坏 今天我们要如何在一个 所谓的绿色和谐的一个基础上 在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上 我们要如何把这三个当中 来寻求它的一个平衡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部分是我在1989年的时候当农委会的课长 那时候我推动了一个叫做休闲农业 其实我们的休闲农业 基本上是基于这三个地方 三个东西它能够互相的均衡 而不破坏生态 所以这个休闲农业发展到现在已经将近20年 它每年的这个生产的效益已经超过200亿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让台湾的这个国土的保安能够获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安排 那这个是日本大地震以后 关东大地震以后会使40年以后它才能够逐渐恢复大地震前的常态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一个数字 那台湾那我再举个例子来讲 就是在公元2004年的时候 台湾4米以上的产业道路跟农路合计就有8550公里 统称为农路 它是22条中山高速公路的长度 请问各位 这么高的山把那个产业道路都开到上面去 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生态破坏的一个问题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一个决策 那你可以看到出来陈友南西跟他的这个在一个这个在这个风灾以后 整个西的这个上游跟下游产生了很大的这个破坏 那么这个他是在投资台湾的前这个那个又是台湾之后的拍摄 那我想另外一个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说 台湾在海拔200公尺以上的山地农业的产值2000年估计的是220亿元 维持拖地发展 中央政府每年直接拨入的约200亿元 包含水土保持 森林 自山王宏 部落设施等等 合计起来一年投入200亿元 但是呢一年因为在破坏地方为所增加出来的生产的产值只有220亿元 更何况这个灾害是越来越厉害 所以将来在中央政府每年投入的绝对是超过200亿元 所以一直在两者相比之下 我们可以看出来他山坡地农 山坡地的这个农业是不符成本的 山地农业的这个成本 我们大家都知道 槟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算起来 每一公钱 每年大概 对我们的社会来讲 我们要物弹35万 社会要物弹35万 茶树 坡地的60% 社会净水每公钱是大概1万 高能蔬菜 社会每公钱是5万2至17万10 这是在山坡地的一个产业 阿里山的公路两旁 它有包括高山茶、山葵 每一个农民每赚一块钱 你社会要坚存37到44块 我想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数字 来显示说像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是一个保安林地 在前面的这一个部分是崩塌的一个情况 这是我们在高山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前面就是一个金山水库的上游 然后在整个的这个 这个山坡地 都被开墾使用 你看在这个黎山 黎山的这个地方 你看都是有这样很多的这个 开墾的这个行为 那两个地方 这个实验林它可以 用来造林跟它开墾的时候 所产生的这个问题非常的多 那这个有一些这个台风造成了很多的这个灾害 很多的断流 对于民生的这个危害也是很大 所以那时候就有一个 这个我们在这个二零到二零零八年就有一个 提出的一个国土 富裕条例的一个大药 那么这里面大部分 重要的要点是保育药分区 然后促进地区滑涉及管理 然后他要要征收补偿圈区去生活照顾 就是这些原来在那个山地的这些人 要怎样去给他照顾 援助你的权益特别的照顾等等 那么同时也希望说 在1000公尺以上的这个山坡地管理富裕 好